你最好事 你最好事 可能是最好事 如果你不讓你最好事 即是說 你人生發生最差的事 很大可能是最好的 因為我不會在這個頻道教你怎樣去做 這個不是我希望做到的事 我可以做到的事就是用我的經歷 去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經歷過的事 這是我怎樣去 overcome 怎樣去渡過的事 或者我怎樣去看 Hello 歡迎回來 DOWN THE RABBIT HALL 我是CAMILLE 今天想跟大家 說一下這個頻道 在說什麼 雖然我的頻道的名字 都是用自己的名字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路以來的影片 我都會寫DOWN THE RABBIT HALL 就是我片頭那個Flip 出片那個動畫 即有隻兔出現那個 都會有DOWN THE RABBIT HALL DOWN THE RABBIT HALL 不是就是很可愛 這樣 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的 DOWN THE RABBIT HALL 第一次出現 應該是19世紀的兒童小說裡面出現的 就是Lewis Carroll的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之後就是再拍迪士尼的卡通版 1951年的Alice in Wonderland 然後2010年又拍了真人版 Alice本身只不過在樹底下 她是一個大概七歲的小朋友 突然間看到一隻白兔穿得很紳士 然後又看著駝標很急很急的走 她就八卦 然後她進了一個洞裡 就直接掉了下去 掉了下去之後 就遇到很多千奇百怪的東西 亦都開始了一個冒險 亦都成長了很多 因為其實如果 要講這本書 最大的主題就是講成長 Lewis Carroll其實非常欣賞 小朋友去探索世界 去理解我們的世界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比較天真 和沒有偏見的眼光 但其實我小時候看 Alice in Wonderland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我小時候看Alice 我覺得她很煩 我覺得她的天真 是有一點點批評的 而且好像經常都說錯話 但我大過了去理解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很可貴 因為我的童年 比較少空間去天真 媽媽或者家人 都比較捉得緊 所以我現在覺得很可貴 我們無論小朋友大人 都很需要有這個空間去成長 因為有時候 正如在故事裡面 你會遇到一些解釋不到的東西 有時你要學會為自己去站硬 stand up for yourself 也有時你要謙卑和成長 這幾件事Alice都有做到 Dow the rabbit hole 就因為這樣慢慢變成了一個成語 在解釋一個人 遇到一些解釋不到的 很奇怪 很複雜的東西 好像跌入一個毛底洞裡 越踩越深 但又很有趣 到了最近有網上世界的時候 就突然多了很多人 就有一點點把這個 Dow the rabbit hole 這個成語 變成一個鯉魚 即是slang 就是解釋 有時上網 或是YouTube看影片 會越踩越深 你看一個貓貓的影片 一直看下去 所以有些人會說 I went down the rabbit hole of cat videos 我跌入一個貓貓的套洞裡 為什麼我要叫這個series 做Dow the rabbit hole 就是因為我覺得 無論這個成語 或者這個鯉魚 都是我 尤其這幾年 都挺深切的感受 我也有透露過 有時在instagram 有時在這裡 說我從2016年 都發生了一系列的 都挺 life changing 都挺驚慧天人的事 對我自己來說 而那些事情 又很可愛 雖然是當時 不是那麼開心 但是也給了很多 Clarity 令我更加清晰 不只是這六年發生的事情 好像掉了在肚子裡 是幾乎上 我整個人生都有這個感覺 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Dow the rabbit hole 都好像有點負面的意思 但是我最近聽到一句說話 我忘記了哪有說 某一個外國的明星說 是我完全完全很同意的 the worst thing that can happen to you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if you don't let it get the best of you 即是說 你人生發生最差的事 很大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讓那樣東西 overwhelm你 吞沒了你 影響到你的定位 或者你的重心 在這個洞裡去彈 其實是需要很多 self awareness 很多自己的醒覺 自愛 懂得如何去體恤別人 去empathize 亦都要鞏固自己 鞏固自己是 可能吸收多點知識 或者是 學多點 看多點 知道多點 我覺得有時候 你學多點 看多點 知道多點 就沒那麼害怕 而且很多時候 如果你發現 原來別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你去學習不同的人的經歷 我都覺得 整件事會變得不同 而且有色彩 說完這麼多 其實希望 在Down the Rambit Hall的系列裡面 可以提供給大家一些工具 因為要在這個洞裡 無論是生存也好 去彈也好 我覺得都需要 一些工具 一些資訊 這樣 有時候我可能會說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有時候是有教育性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是多點關於我的東西 就好像正如今天這個video 這樣 因為我不會在這個頻道上教你怎麼去做 這個不是我希望做到的東西 我可以做到的東西 就是用我的經歷 去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經歷過的事業 這個是我怎樣去 overcome 怎樣去度過的東西 或者我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好像我之前的video 我都不會說 你一定要這樣吃 一定要這樣吃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旅程都不同 你只可以在不同的知識裡面選出適合你的路 有時候呢 又可能是一些完全無厘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覺得人生是很需要無厘的東西 有時候要笑一下 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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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頭的animation 不是有一個圖 有一個狐狸味的圖 那一隻呢 就是mule bunny 那 原先的mule bunny 其實就是他 這個mule bunny 就是我小時候 我媽媽 我媽媽 我媽媽送給我的一個生日禮物 在出現mule bunny之前 我就有一隻布丁狗 是我很喜歡的 那 我就叫他做pureen 就是龐龐pureen的pureen 後面加一個e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令他變成女生了 有一次我就考試 還是不知七二五很低分 那 我媽媽就說 只有完美成績的女生 因為小朋友才可以玩這些 這麼低分的東西 那 所以他就藏起來了 但是呢 他竟然藏起來了 忘了他放在哪裡了 就不見了 那我就真的從此沒有見過他了 好神奇啊 中間還有一段 猜的 是為什麼要找mule bunny 也是關於另外一本我很喜歡的兒童書 其實我童年裡很多兒童書都給了很多反省和啟示我 那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個是叫做the velveteen rabbit 另外一本很有意義的書 每一次看都會有不同的反省和啟示 那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那 輾轉呢 我就遇到mule bunny 那他就陪伴我很長的時間 然後這個是 買完mule bunny 覺得很有趣就買了他 那 就是他的 我本來覺得他是他的姐姐 但是呢 Sam就說是哥哥 那所以他是哥哥 小時候呢 我就變態到 上學見不到mule bunny 都很想念他 就經常都滑透 他到已經是超零了 不應該穿著家裡的套子的時候 我都還在畫著他 搞到很多身邊的同學都說我是 就是他們很nice 說那就是上課畫套的那個女生 那我想其實他是想說 上課畫套的那種怪物 很多時候是身邊的人告訴我 就是說 我今天遇到camille You know 從高學 那他就說 Camille Oh is that the girl who drew bunnies in class 那我就說 咦 為什麼 然後也試過 我們結婚 我和Sam結婚的時候 有一個禮品 是送回 就是一個thank you gift 送給每一個奔客 我也有同學說 哎呀我收到你這個mule bunny的餅 然後又覺得 又很有趣 真的很感動他們記得 所以mule bunny對我很重要 但是現在的mule bunny呢 就變了有狐狸味 我也有best friend Kelly 問我為什麼會是狐狸味 那一來呢就是我覺得 我有一點點變了 就是我的重心是一樣的 希望是蛻變了 或者暫時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比較 象徵到這個channel和我自己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很 其實我講過這個很多次的了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很獨特 還有很多層面的 就是不是你眼看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我是很欣賞每個人的這個特質的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熟悉的東西 好像套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不熟悉的東西 可能是他頭上那兩點東西 可能是為什麼肚子會有狐狸味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人值得欣賞的東西 那最尾最尾就是 其實整個down the rabbit hole的這個 這個意境 其實都跟我的 是不是我的藝術概念 我整個artistic direction 都很像 我的style都很像 其實我蠻喜歡暗黑的東西 我蠻喜歡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是甜之中帶點酸 或者辣 然後可能原味 又帶點茄蜜 又或者是平凡帶點 意想不到的食材 我想我都在我的animation 或者在我介紹的東西都有這些出現 有時候可能不是我介紹給你 可能你也可以告訴我 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麼東西 男生 女生 男人 女人 老少 都歡迎 OK 好 就這樣多了 謝謝 記得幫我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因為這件事是帶給我很多推動力的 也很感謝大家message我 謝謝 我會一天繼續拍 關於你們的問題